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华夏税务栏目,我是哈如斌 今天我们再次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澳洲税务集的Claudia 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养老金以及养老金对我们的关系和影响 那么好,Claudia,今天能不能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养老金呢 好,谢谢你们再次邀请我来 那养老金Super就是当你工作的时候把一部分的钱放开 做完你将来退休可以用的钱 那Super对每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的养老金越多的话 那等你退休的时候你可以动用的资金也就越多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省下这笔养老金呢 那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 他的雇主会把这些钱呢存入他们的养老基金里面 那这笔钱呢是在你的薪水额外之外的一笔钱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养老金保证 那法律上是有规定雇主所需要交的金额 那一般情况下如果员工是在18岁或者以上 每个月在税前的收入超过450块钱的话 那雇主就需要交这个养老金 或者说如果这个员工是18岁以下 他每一个礼拜的工作小时超过30个小时 然后每个月在税前的收入是450块钱的话呢 这个雇主也是需要交这个养老金的 而且这包括了合同工临时工兼职 全职工甚至不管你的身份都是需要交这个养老金的 假如说你是合同工的话 而你所得到的这个酬劳是因为你的劳动力的话呢 大部分是因为你的劳动力的话呢 这个雇主也需要交付养老金 那么Claudia雇主应该到底付多少养老金给他们员工呢 那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 2013年7月1号开始呢 雇主必须支付这个员工的正常收入的9.25% 作为他们的养老金 Claudia你刚才提到这个正常收入 正常收入是什么 正常收入就是说在正常的情况下 他们会得到的收入 比方说一些花红啦 一些用金啦 津贴啦 而加班费则不算是正常收入 那么作为员工如果他发现 雇主给他的养老金金额不对 那么这些员工应该怎么办呢 那我建议最好先和自己的雇主沟通一下 可以问一些问题 比方说你上一个季度的养老金 是放在哪一个基金里面 金额是多少 多久付一次养老金 如果你还可以不确定的话呢 还可以去看一下自己养老基金 所寄给你的会员总结单 或者你可以打电话 直接去问自己的养老基金 确认一下有没有这个数目的出入 那如果你依然相信你的雇主 没有付合理的养老金给你的话呢 你就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税务局 或者通过网络告诉我们这个讯息 那么其实你刚才提到了 除了雇主交纳这部分养老金金额之外 雇员也可以交纳格外份额的养老金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的 除了雇主所交纳的养老金之外呢 作为个人你也是可以加其他额外的养老金 到你的养老基金里面的你可以用你的税前收入 或者是税后的收入都可以 当然每一个财政年度里面 你可以所交的这个额外的养老金的金额的话呢 是有CAS就是我们所谓的封顶 当你超过你的封顶的时候呢 你所交的那些金额是有可能会需要交额外的税金的 所以我建议如果你计划从你的税前收入里面 即交超过25000块钱放到你的养老基金的时候呢 最好和你的税务顾问商讨一下这个事情 那作为个人我们有权利去选择用哪一个养老金吗 是的大部分人呢是有这个选择的权利的 如果你符合这个条件的话呢 你的雇主必须在你上班之内的28天 给你一张standard choice form 让你做出这个书面的选择 那如果你不做出选择的话呢 你的雇主就会把这个养老金 放入他们自己的一个固定的养老金里面 每一个雇主都应该有他们自己的默认养老金 所以当他们的员工做不出选择的时候 不做选择的时候呢 这个雇主都会把养老金放入这个默认的基金里面 那么Claudia 现在能不能给我们通过我们的镜头 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个人怎么样来取得 并且使用我们的这部养老金 一般来说只有退休的时候 才可以提前动用你的养老金 当然也是一些特别的情况下 有些人可以提前的动用他们的养老金 比方说在经济上遇到特别大的困难的时候 或者说遇到一些天灾人祸的时候 或者说在健康上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 他们都是有可能提前动用他们的养老金的 那如果你相信你需要合法的提前动用你的养老金呢 那就请尽快的和你的养老基金联络一下 然后看你有没有符合这个资格 其实我听说似乎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提前动用到我的养老金 而且好像社会上有些人还可以帮助你 有这么回事吗 那如果有人向你推销这种类似的计划呢 我会借你非常的慎重的去考虑 因为这些promoters推销人员呢 会推出一些计划让你可以提前动用你的养老金 去买车去买房甚至度假或者说还清一些你的债务 但是呢这些手段都是非法的 如果你参与在这里面呢 如果发现的话呢是有很严重的后果 甚至是处罚法金的 那么在节目快结束之前 Claudia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会有什么建议来帮助我们的观众来打理他们的养老金呢 嗯好的 那我觉得让你的养老基金知道你的税号非常重要 因为有了你的税号呢 就可以很方便的查出你的养老金的来去 还有就是说账户之间的互动 还有比方说你的雇主有没有把这个养老金打入你的养老基金里面 然后呢我也建议你们经常看一下你的养老基金所寄来的账目表 上面就会告诉你有没有你的税号了 嗯那我也要替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多问一句 我们去哪里可以获得这些关于养老金的信息呢 好那可以登陆我们的网站www.ato.gov.au forwardslashyoursuper 那我们还有其他税务和养老金的讯息在我们的ato.gov.au forwardslashotherlanguages 那里面有翻译成中文的信息 当然最后你是也可以用电话联络我们131020 然后如果你需要传译服务的话呢 可以拨打131450 好了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栏目 我是哈罗宾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这种税务的节目 欢迎订阅喔 是什么带来的 好